第2685集 不过他也很清楚 即便叶晨是西家的一份子 但舞者之间 即便是亲人 有些事也不应该过问 他轻叹一声道 希望这小子 在提示之前 不要惹出什么事来 一艘通体漆黑的战船之中 建立着一个极为奢华的大殿 此刻 这偌大的大殿之中 只有两道身影 这两人 一人坐在主座之上 一人坐在下手处 正是楚无影与叶晨 此刻楚无影满面喜色 显然对叶晨的意外到来 颇为欢迎 他品了一口灵茶开口道 叶公子 你的伤怎么样了 叶晨淡淡道 已经无碍 多谢楚殿主 为叶某延迟了提示 让我有机会恢复到最佳状态 楚无影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 叶公子说的哪里话 所谓主办方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叶晨道 不过我此次来 却是因为有一件事 想与楚殿主商量 楚无影目光一闪道 叶公子如今身体已然复原 可是想要提前进行提示 叶晨摇了摇头道 并非如此 既然定在了六天之后 那么就六天之后进行吧 他突然双眸闪烁地 凝视着楚无影道 这一次来 我是想让楚殿主 允许我进入这大陆之中 什么 楚无影极为惊讶地 看着叶晨道 进入这大陆 你要进入这大陆做什么 你要知道 虽然我们在预赛之时 将你们随机传送到了 这大陆之中 但实际上 却是把传送范围 控制在了我们已经探明的 安全区域之中 这大陆上可是充满了许多 连始原境存在 都无法面对的危险呢 你进去要做什么 叶晨点了点头 若非如此的话 他又岂能在如此广大的大陆之上 遇到那么多的参赛者呢 将魔精交给他们 不过 进入安全区域 确实没有意义的 这些安全区域 已经被九大海域探索过了 即便有什么好东西 也早已落入了九大海域的手中 叶晨再次开口道 楚殿主 这遗忘大陆的来历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既然要进入这大陆之中 自然有我的目的 楚无影文言 面色微微一沉道 不行 一来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二来 这遗忘大陆事关重大 与整个陈月海的未来都有关系 即便这笼罩遗忘大陆的阵法 与我黑海掌控 也不能贸然放你进入其中啊 他心中冷哼道 这小子以为自己被元老会看好 就能为所欲为了 这遗忘大陆之中 不知道蕴藏了多少秘宝 怎可能让你进入其中 不过即便放叶辰进去 他也不认为叶辰真的能得到什么 为什么九大海域联手 也只开发了一部分的安全区域呢 就是因为 这遗忘大陆之中 实在是太危险了 叶辰虽然是逆天至极的妖孽 但想要单枪匹马地 在遗忘大陆之中闯荡 那么结果就很可能就是永远地 留在遗忘大陆之中了 若是叶辰突然消失的话 他可是要承担责任的 恐怕西家和元老会都会找上门来 叶辰文言 突然对着褚影伸手一点 一滴散发着月华的水珠 骤然出现在了褚影面前 褚影见状 先是面露疑惑之色 随即惊呼道 这是 月夜灵髓 夜晨目中神盲一圣道 楚店主 若是以这月夜灵髓进行交易 可否让我进入这遗忘大陆呢 我手中还有不少的 褚影文言 眼眸晃动 面现犹豫之色 黑海是内海之中 五道最为昌盛的海域 但与此相对的 坐稳黑海店主的位置 也并非一件意识 黑海店主所需要拿出的功绩 比之其他海域要求更高 而若是有了这月夜灵髓的话 足以确保它坐稳黑海店主之位一段时间了 若是平常时期倒也罢了 可现在 褚影却是有些无法拒绝这个诱惑了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需要将全部精力 集中在对遗忘大陆的开发之上 也就是说 它会将黑海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此 这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遗忘大陆中的宝物 也是在确保它将来在遗忘大陆中的地位 可如此一来 短时间内却有可能无法交出让元老会满意的成绩的 那些老家伙可不会管你在做什么 他们要的只有结果 而一旦拥有了这月夜灵髓的话 便能够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褚影怎能不心动 片刻之后 她的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之色 深吸了一口气道 你手中有多少月夜灵髓 叶辰文言面上浮现一抹笑容 下一刻 叶辰身前浮现出了 极为浓郁的月光 一团拳头大小的水球 出现在了楚无影的眼前 楚无影见状先是一愣 随即面现极为震撼之色 叶辰竟然拥有如此数量的月夜灵髓 她的面庞上闪过一抹狂喜之色 暗暗道 若是有了这么多的月夜灵髓 足以让我在黑海的位置上 稳坐数百年了吧 数百年的时间 已经足够将整个遗忘大陆 完全开发了 叶辰看到楚无影的神色 面上的笑意也更加浓郁了几分 实际上这一团水球 对于她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楚无影深吸一口气 点头道 好 我可以同意让你进入遗忘大陆之中 但你必须保证 在提示开始之前返回 也就是说 你能够待在这遗忘大陆中的时间 只有六天 叶辰道 可以 楚无影手一挥 一块七彩玉石落在叶辰身前 她凝视着叶辰道 还有 将你的一道神念注入这玉石之中 这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一旦你遇到生死危机 这玉石便会向我示警的 那时 我会通知元老会的吴老 请他出手相救 毕竟 你若是死在了这遗忘大陆之中 让你进入其中 我也会很麻烦的 叶辰文言目光闪动 若是此事被吴老知晓的话 事情就复杂了 最坏的情况下 他甚至不得不将遗忘大陆中 关于圣物的信息说出来 虽然现在 吴老看起来对叶辰颇为看重 未必会为难于他 但吴老是叶辰 暂时没有任何办法应对的强者 他向来不喜欢将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决定 当然 这一切都是在他还有希望活下来的情况下 下一刻 叶辰便将一道神念注入了那玉石之中 如果真的到了生死之际 他也顾不得什么圣物了 楚无影将那枚玉石收起 便带着叶辰朝着大殿之外走去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遗忘大陆的边缘处 叶辰试着朝前方走出了一步 可眼前便是五色光滑闪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他推回 即便以夜沉那惊悚的肉身力量 亦是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他面露危惊之色 这道阵法比他想象之中的更加强大 楚无影笑道 呵呵 别说是你了 即便我们九大海域合力 若是没有我无意之中得到的那枚令牌的话 恐怕短时间内都无法强行进入这遗忘大陆的 说吧 他拿出一枚看起来极其普通的青石令牌 对着前方一挥 那青石令牌之上 无数金色符文一闪而逝 下一刻 夜沉的眼前便打开了一扇五彩大门 夜沉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便要一脚迈入那大门之中 可就在这时 楚无影却是开口道 等等 说吧 将一枚玉检扔给了夜沉 夜沉接过玉检 有些不解地看了楚无影一眼 楚无影道 这是九大海域探索着遗忘大陆 以及搜集曾经留下的资料 整理出的部分地图 虽然不知道你进入大陆之中要做什么 但这地图应该对你有些帮助才对 拿上吧 夜沉有些意外地看着楚无影 点了点头道 那多谢楚天主了 下一刻 其身形一闪便直接进入了那五色大门之中 楚无影长叹一声便离开此地 可就在楚无影离开几分钟后 原地竟然出现了两道身影 正是任非凡和夜老 夜老看了一眼阵法便直接踏入 原本对夜沉等人有阻隔的阵法 竟然对夜老丝毫没有作用 宛若空气 可就在夜老要完全进入其中的时候 任非凡叫住了夜老道 你不放心夜沉吗 夜老身躯一掷回过头道 不是不放心 而是你也清楚里面有什么 万一夜沉真的碰到那些 可能这盘棋就彻底结束了 而且那丫头也进去了 夜沉虽然逆天 但如果和那丫头发生冲突 显然是必死的局面 任非凡摇摇头 这家伙的命 没人能夺走 别忘了 他的血液里 可是掌控着他人的轮回生死啊 很快 夜沉便来到了一片峡谷之中 他目光扫过四周 对这峡谷倒是有些印象 预赛之时 曾经经经过此处 看来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安全区域中的某处 夜沉对玄寒玉问道 玄仙子 你说的那圣物到底是什么 我又该如何去寻找呢 玄寒玉道 许说当年在遗忘大陆之中 有一处失天火拳 这火拳之中不知为何 充斥着极为浓郁的月华之力 更为重要的是 这月华之力 与火拳中旺盛的 火灵力交融之下 竟是诞生了传说之中的 玄月真火 玄月真火即便在月神族之中 都是极为强大的神火之一 这陈月海之人 发现了玄月真火之后 将其奉为月神族 为他们赐下的圣物 在火拳之外盖起来神殿 日月供奉着玄月真火 玄月真火在如今的 玉外神火榜上位列第七 若是得到了这玄月真火 以玄宴进行吞噬 玄宴将会再次进阶 叶辰文言双目一亮 若是玄宴进阶到 玉外排名第七的神火 那种等阶 那么 焚血绝的效果 必然也会有极大提升 如此一来 在焚血绝的强化之下 他的体质 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这一刻是玄月的 电影 这一刻是玄月的 玄月的 这个叶达 一切 那一刻是玄月的 那一刻是玄月的 垂月的 玄月的 三局 一刻是玄月的 是玄月的 百分之三 有白天的